花莲高商第二届校友毕业60周年了 7月7号有34位的校友们他们相约回到母校 并且在池塘边立杯纪念这60年来一甲子的友谊 花商高二届的大学长们希望他们持续一甲子的友谊 能够成为学弟妹们的模范 也作为花商传承的精神象征 老同学们见面显得相当开心 手拉紧着手彼此相互问候 聊聊最近好吗 更回忆当年过往 大一幕上也播放了这60年来 同学们每一次聚会与出游的相片 再再唤起老同学们美好的记忆 这群老同学是花莲高商第二届的学生 他们毕业满60周年了 这60年来同学们没有间断过 经常联系长保友谊 因为我们毕业以后每一届都有参加 几乎都是几十年来 大到小手都有不断过 34个只有两个人没有来 我这个活动64年是全世界前五古年后来者的 有的毕业连一次同学会都没有住 我们就不舍不一样很奇特 很难很难出席率又高 得爱的也出来了 坐轮椅也来了都在里面 很感动哦 真的我们 真的我想起来 所以每次聚会都会议当年吗 谈不完的 还有去泰国 我也是玩泰国 帕泰亚 那个韩国 雪地 都照照 现在他们都在看了 回忆回忆 人生啊 人生自己细子人生 活好自己 够好一生 经过了一甲纸 这群老同学决定在母校立碑 校长林明珊也相当开心 看到大学长们可以回到学校 也持续对学弟妹们表达关心与照顾 五月底的时候 我们的简正义这个学长的话 他就一直到学校来说 他有一块石头 还不错 那希望说 他们这一届的一些 就是同学 能在学校留一个纪念 那留一个纪念的时候 我就跟他 我们就在学校里面 找我们学校的场地 看哪一个场地的话 比较适合的一个场所 那我们把校训 这些东西 还有他们这些 剩下同学的话 我们就把名字刻在上面的话 对我们以后 学弟学内的一个传承 他们有一个同学 试口受伸 本来也要对一些学校有所贡献 所以他们也在计划说 希望在学校留一个基金会 另外一个在 不管在奖学金 或是我们学校 优秀的学生 有考战好的学校 或是我们技能竞赛 有比较优秀 就提供他们奖学 让他们以后 因为这样的成绩 到科大去就读的时候 也能因为奖学金 让他们在大学的 生活在学习方面 不会有中断 所以很感谢这些学长 当他们60年后 在社会上有一些 有些比较 辉煌的成就的时候 都能回馈到学校 我想这是我们 花商的一个传统 这一块大墨浴纪念碑上 就刻着花商的孝训 敦品力行 客难创造 项头还有高二届同学们的大名 老学长们希望 这个纪念碑 能够当作学弟妹妹的典范 也成为花商传承的精神象征 介络会欢迎视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